季后赛是检验巨星的舞台 目前杜兰特和伦纳德正分别率领勇士和猛龙 在半决赛中大战各自的对手 两人面对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对于杜兰特来说 目前球队2比0领先占据优势 似乎晋级是迟早的事 而伦纳德压力稍微有点大 猛龙目前1比2落后属于不利的局面 伦纳德正常发挥已经不能再带领球队赢得比赛了 他超神发挥 球队还不一定能晋级 心里苦啊 但无论最重结构如何 都不影响他们神仙打架疯狂的表现 今后在截止目前 杜兰特场均34.3分 5.3篮板 4.9助攻 各项命中率分别是52.7% 40.7% 90.5% 伦纳德场均31.5分 6.9篮板 3.3助攻 各项命中率分别是57.9% 46.8% 90.2% 两人都是180俱乐部成员 而且伦纳德效率略高于杜兰特 那么问题来了 赛季结束以后 如果惊吓 杜兰特和伦纳德 同时进入自由市场 那么谁会是最强手的那一个 作为现役最好的小前锋 曾有美媒记者 评价过杜兰特和伦纳德的区别 意思就是说 两人没有输强输弱 而是看球队重视防守 还是重视进攻 也就是说 杜兰特和伦纳德 相当于现役最强的矛盒队 都很强 只看你想要进攻线的小前锋 还是防守能力强的小前锋 不过 随着两人技术越来越全面 杜兰特的防守也很强 伦纳德的进攻 不逊色于杜兰特 但是他们脚手数据 杜兰特稍稍有点优势 另外 妹妹还对比了 杜兰特与伦纳德的实际项能力 就能看出谁总和实力更强 其中杜兰特占优势实际项 分别是得分能力 反板球 进攻能力 投篮 中戒能力 稳定性 效率 关键球能力 而伦纳德的优势 在于防守能力 领导能力和球伤 总的来说 杜兰特的优势更加明显一点 而且从商业价值上来看 杜兰特虽然整意境很大 但是 他的商业价值比伦纳德更高一点 更有是一场号召力 伦纳德性格太内向了 所以 总体来说 杜兰特仍然是惊吓 自由市场更大的一条鱼